請坐 請坐 各位同心大家午安 我們這個口 首先我們來調查一下 這差不多要跟我們200個同心 有參加 還沒參加過初期班的人請你拿手 蠻多的 所以不過我為了 因為我這個口是從初期班 我們這裡延伸過來 所以那頭前的部分 我會稍微經典一些 一些小小的我會 留在初期班說 一些比較 我們知道一些概論 我會給各位很多分享 歡迎你們在 到時候再來補初期班 我會把這個雙細的部分 我會給各位做一個 相近的報告 這個口要來講到 美國司法改革 和主權好中 和專行政議 後面我們要怎麼做 首先我們要知道 國籍 我們到底是對一國的人 國民黨跟我們講 我們台灣人就是中國人 他民國三十八年來 民國三十四年來台關台灣 麥克阿瑟一號命令請他來台關台灣 民國三十八年 他流亡來台灣 今國 帶幾萬的難民 早在台灣這裡 麥克阿瑟一號 我們變他 我們還要接種變他 我們到底是誰 人 這口我 前前 會再把他 稍微濃縮一下 各位 我們來做一個了解 這我們看過 這在初期班的時候 我還要跟各位做一個分享 我們到底是誰 我們台灣有一個話說 人如果衰 種蚊子生什麼 菜鮭 這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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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菜鮭 我們這隨月的農場 用農業的課 來在做分享 當然我來裡面 放一些農產品 對吧 這就是說什麼 環境 我們如果台灣人 繼續騙我們自己是中國人 不要生菜鮭 和苦瓜都生出來 人如果衰進步的話生菜鮭 淡大日本台灣 台灣 會生出中國地 你們應該相信 台灣湖 台灣湖 台灣有沒有老虎 沒有老虎 三貓 叫做九湖 在我們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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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湖 台灣十湖 這也保護類動物 台灣十湖 會生出中國地 你咧 我現在說九湖 這他們說你來 他們說他是什麼 高級什麼 高級外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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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級 因為高級的相片 我還拿不出來 有特級的 這特級的 比賽第一名 清水 清水祖書 台地公 這第一名 大部分 台灣 會生九湖 你們應該相信 你們絕對不相信 我告訴你 這事情 發生在我的生活上 這人叫做 林浩 我林陽城 這我做 這我台 我台叫做林菜 他們小孩叫做林浩 台日本台灣人 有國籍 生到無國籍 我們那個時候 你看這名字 15年5月2號 我祖的生日 我以前大政年間的人 這是我台 我祖 我台 我公 都日本人 日本人去生 中華民國的兒子 所以 好去生日 有夠衰 好知道已經出錢 圍掉了 圍一個斜線 我們如果人生日的時候 要有一個斜線 如果我 如果說 我如果做 反正來講 晚上就來講 我 我有國籍 交給你 你最初的兵 沒有國籍 你沒有去團隊 結果 我們說 我們是什麼 中國人 你台日本的人 結果你說你是中國人 中華民國 也處理 你們知道嗎 中華民國 在1972年的時候 在聯合國 正式被畫一條紅線 除極了 還敢不妄 你們還是中華民國的人 好生的豬 這真的是世界奇觀 台灣 去生了這家 中華民國豬 不過我已經改變新聞了 我已經人造幾宗了 我要請問各位 你們還沒辦新聞 一人請你們去唱 你們等於人造幾宗了 你們要把你們阿公阿嬤 留給你的 國籍要找到回來 你們是台日本台灣人 你是台日本台灣人 結果 你去某某人的新主牌 說你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這樣是不對的 英國人當初是 1776年近前 移民到美國去 他們現在的後代 會說他是英國人嗎 會不會 不會 他會說他是美國人 不要說英國 你像我們的何瑞元何教授 他的祖先到美國去的是德國人 他是德伊的美國人 他現在會說他是德國人嗎 不會 他就是美國國籍的人 他是美國人 國籍 大於他的種族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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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怎麼知道 所以這也有九歲 台灣好去生就是國地 我們要知道 國際上 國際法 有一個叫做 國籍必有原則 西元1948年 國際人權宣言 第15條 看得到 美國人權宣言 全世界的教授都有在看 美國 尤其現在美國 日本 跟中華民國 他們都會在看我們上課 也會聽我去看 國際人權宣言第15條 看得到不得到 反正我們現場 有一些前輩 他會知道 人人都享有國籍 任何人之國籍 不容無理恥奪 不可以恥奪 其更改國籍之權利 不容否認 你不能互賣 跟我們 百姓人的國籍 當初是 現在只有一道名人 說跟我們台灣人 整個做 中華民國人 那是他可以決定的 不行 沒有人同意 沒有人同意 全世界沒有人同意 而且全世界沒有人同意 有三個國家 騎出來了 一家人 一家英國 一家美國 你這樣說 我們不想生人 所以到現在 台灣人 沒有自己的國籍是怎樣 叫人幫你抵一張牡 就明明到台灣 幫你 用一個中國豬皮 幫你 說你是 做中國豬 台灣虎變成中國豬 我現在把豬皮拔掉 我是台灣三貓 台灣三貓 在西元 1997年 歐洲國籍公約 第四條 有一個規定 人人都享有 都皆有 取權取得一國的國籍 大家都有看 包括現在 叫國民黨洗鬧 你 因為你都明明台灣人 你就明明 祖先就是 台日本帝國的人 你看那個 要去做中華民國人 那叫不成事 那 那也沒關係 阿伯你不能留到台灣 你留到台灣 你就要考慮這塊土地 真正的主權者 所以你如果 歡喜感 我們不想來辦新人情 沒關係 我們必須 因為階段行政務的需求 我們哪有41萬人 不過我一點都不擔心 你不想來 剛好阿伯 台灣所有的 無主任都沒有關係 台灣所有的政法都沒有關係 人人皆有權取得一國的國籍 無國籍狀態應與避免 這不成功 人之國籍不得任意予以剝奪 首先給各位介紹 他叫書班尼這個國籍人權宣言 為什麼要選佈這條宣言 你怎麼知道 以前是叫做 慣例 慣例就是 大家都 有這個共識就好了 後來為什麼要白紙阿伯定出來 你們怎麼知道 為到台灣了 因為1945年 台日本 帝國前排 1945年的時候 國民黨現在就把我們台灣人 全部都改變成中國國人 他無聲音 後來去聯合國會的時候 大家聽 這個事情要白紙阿伯寫出來 後來讓台灣人可以回到 回到你們自己真正 能夠認主歸中的國籍 所以這個國際人權宣言 是為到你們台灣人 他當初發佈的那個命令 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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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 有一個人 說他用風貓猩猩來比比喻 他比風貓猩猩還要好 我要給各位說 那個人我不要搶 叫做電火球 民進黨一個叫做電火球 我不知道是什麼人 你們可能都知道 風貓猩猩 我還會報告 風貓猩猩還有受到 國際瓶瓶絕種動物的保護 台灣人 台灣人有國籍 沒有國籍 連風貓猩猩都不如 風貓猩猩還有受到 國際瓶瓶絕種動物保護法的保護 台灣人也沒有受到 瓶瓶絕種動物的保護法保護 沒有 所以電火球跟風貓猩猩比 差得遠 是不是 這個 中國地 當然這地方已經我要等到 說等到不行 蘇貞那天我最好等到 把我們一律規劃 我有同意 我不同意 我出事怎麼變這樣 因為我老爸變這樣 我老爸有去叫嗎 因為我老爸沒有開車 我早就沒有開車 如果有開車可能就要死了 我們二十八的時候 台灣有開車的一些先輩 出來在跟國民黨叫的 都台死了 我老爸沒有錢 他莫名其妙的機會 叫做大日本生的 小孩 比中華民國的人 中華民國當時 有大日本的價錢 沒有 沒有 這當做初期班的時候 我們還會做一些比較親密的研究 為了這個進度 那個 還沒聽過的人 請你自己來 初期班的時候 我會講得清楚 國際班有些人聽過 我就不要再講了 這我補充一下 我強調一下 雖然這初期班也講過 這叫做南甲之盟事件 碧麒麟 青帝國在南甲之盟事件 就是羅法號事件 這發生在美國 美國的前 在鵝鵪比外海擱淺 叫我們台灣人跟台 搶劫 我們遇到海南 還要搶劫人家的 不然我們那時候 在那 1867年的時候 你現在多少 150年 140幾年而已 145年前 我們的生活是 如果有那個進法 我們眼睛來的動作被打 我們現在這樣 沒有 對發生財產 對發生疏固 我們台灣人關注第一名的 統合愛心的 為什麼這樣 沒有人跟我們説不可以 沒有人跟我們説 是人 那是我們的出名 我們要好好對台語 沒有人跟我們告發 所以我們不知道 所以 剛才我們這樣的時候 我們跟我們唱劫 沒有跟我們幫助 美國 向全國抗議 全國說什麼 身分既有法外 發育不法 違過國制裁之 但是 那台灣的千萬跟我無關 台灣是跟我一點關注就沒有 你如果要說 你自己那裡說 再來 過四年後 南甲之盟事件 過了四年之後 又發生了 這次是劉球 也造成劉球 原本的 主權國 有種族國是中國 換鑽他去 台日本帝國 齁 不然 思考 那個時候 發生之前 劉球的 市民 他搭 一些魚肝 因為他們那是漁村 他搭一些魚肝去 清帝國 他們的種族國的風土 給他吃 因為他生人 搭一些魚肝去給他吃 你搭魚肝去 他總會行你兩隻牛 你拿一隻雞毛 他會給你吃雞 去操控 去操控 結果遇到 鳳台 將台來在牡丹社外海 那個地方 我們台灣人又怎麼樣 再買 過四年 那個南甲之盟事件 過了四年 再買 這兩件事就是公式 先帝國 兩次在國際公開的場合 否認擁有台灣的主權 他沒有要來處理 所以美國跟日本 他們情形處理 也情形和台灣領南甲之盟 台日本也情形來 替 劉球 討會公道 台青帝國 有替我們台灣人立戰 有嗎 沒有 他兩次事件 否認擁有台灣 這人叫做毛長西 也要把各位報告過 法語不法違規國制裁之 這是第一次說的 第二次也是一樣 法語不法違規國制裁之 中國說會後這句話就能做了 這樣 這樣好做嗎 很簡單 因為他都完全沒有被處理 什麼人給我們進化 我們145年前 不把這個掠奪 唱這一個 那一個 剛才前來的人 動作說 那是要幫助的 我們以前 我們現在都知道要幫助 我們以前是跟他唱 全幫人拿回家 以前沒有人說這樣不行 因為他覺得外國人 進化我們以前外國的 那些是怎麼搞的 跟我們不一樣 跟台語沒關係 不行 什麼人跟我們說不行 什麼人幫你告訴我 日本人 這是我們要知道 我們一些論述 說到沒來變怎樣 我們台灣民進府 這裡 比市長這裡一些論述 出來之後 我們有些學者去研究 日本國的憲法 發生就是一件事 日本國 新日本在建坑 修憲脫離大日本之後 逼兩個日本 一個台日本一個新日本 新日本的憲法 沒有效忠天皇 沒有效忠天皇 最近 在南海那邊 有一些糾紛 跟釣魚台有一些糾紛 那些我們都知道 在南海下面 有全世界第二高的石油運藏量 整個全部都是 在 新南群島的下方 在釣魚台下面也有 天然氣 全世界第二高的運藏量 可是是全世界唯一 能夠獨佔的一個國家 是誰 大日本帝國台灣高雄州 因為 新南群島 在1939年的時候 規劃成 高雄州 所管轄 是大日本帝國的主權之下 不是在中華民國的主權之下 那要不要效忠 我們台灣人沒有背叛過 沒有背叛過 我們是靠國民黨煮馬車而已 他是毅力給你規劃 你們台灣人還有同意 沒有同意 之後 我們 靠一步的先拜 12月拜託的時候 他拚 結果靠他 他拚 國民黨 八天的時間 台西台灣人15萬 有的人在說 沒有那麼多 只有12萬而已 我還會報告 在1950年的時候 的統計就是 12萬人判斷去 要知道現台 有去 處置有去 會記得去外紅山的 有3萬 有外紅山的3萬 沒有外紅山 失蹤去的12萬 都總15萬人 這個所謂我要跟各位分析 2月拜的時候 國民黨台西台灣人 那時候我們台灣人600萬而已 共台西15萬 差不多20萬台西一個 日本現在的憲法沒有好中天空 日本的自衛隊 不是皇家自衛隊 不是皇家軍隊 我們都知道 一個皇制國家 都有一個 他們的軍隊都是叫做皇家海軍 可比加拿大皇家海軍 他效忠的是大英國協女皇 大英國協的英國 他的海軍也是皇家海軍 這跟我們講 因為英國本身就是他的老大 他的原發地 澳洲呢 澳洲是不是地製國家 澳洲是地製國家 澳洲也是效忠英女皇 伊莉莉莎白二世 所以他們 澳洲的海軍叫什麼 皇家海軍 那現在的自衛隊叫什麼 日本國自衛隊 所以 我就要問他 我問他一句話說 你們日本 你們日本人是日本人嗎 日本人不是日本人 因為日本人沒有效忠天皇 現在好了 戰敗 我們戰爭的時候 我們在日本帝國戰敗的時候 沒有發展到自衛 所以沒有在地製 現在發展到全世界 第二桌的油 在你們島的後院 在後院 全世界第二高運常量的 由台灣獨佔 波斯灣是全世界最高運常量的一個地方 有十幾個國家在分 台灣 獨佔 台灣是獨佔全世界第二大的 運常量的石油 所以他們 日本國要不要效忠主權 要 要 他們要效忠主權 我們沒有逼他 我們只是把詩詩講給他聽 所以日本國 知道的論述之後 因為我們一直以來 都沒有離開過大日本帝國 大日本帝國有五個兄弟 一個叫做北韓 一個叫做南韓 一個叫做琉球群島 一個叫做日本 一個叫做台灣 三個 已經出去了 而且又加進兩國 北韓 南韓 跟日本國 新日本 一叫四兩年先脫離出去的 修改憲法脫離出去 那大日本帝國 的主權裡面還有幾個國家 兩個 不是國家啦 是兩個地區 一個是琉球 一個是台灣 那琉球又在1972年的時候 去當那個日本的小三 那是那個石原生 哪有人說的 小三 他沒有建置大日本帝國琉球 的政權 他是建置一個地方政權 然後又回歸 新日本 給新日本 代理佔領 轉移那個美國的佔領權 那現在大日本 帝國體制底下的政權 剩下一個誰 台灣民政府 那你們是不是當然的 護長 是不是 當這個護長有什麼好處 你們有分配權 你們關照的 你們法開辦 所以他們回來了 那回來有兩個模式 他們那邊有兩個模式 他們那邊也有一個大堆 現在有 因為我們台灣民政府 站起來了 我們林普蘇智平的論述 站起來了 他們就 你們台灣人不是要獨立的 你們台灣人是要去 對 後中租款要建立自己的政府 要來處理日本當初 是 建牌的事情 甚至要跟美國 親信說 我欠你多少錢 我要向你刑 因為我們有由我們可以刑 而且還按照 台灣關係法 我們台灣人 會稅金 騙中華民國拿去買武器 按照台灣關係法 美國是有義務提供給台灣武器 結果我們每年都變2千 要把美國買武器 這次我們要把他推倒回來 要來做清算的動作 因為畢竟我們台日本 包括台灣 包括日本 包括挑戰 包括琉球 我們當初是跟台人 美國人多少 四十幾萬人 上海百幾萬人 這個戰爭戰要不要賠 要賠 建牌這麼要賠 我們沒有賠的原因是怎樣 沒有錢好賠 也沒有油好賠 我們現在發現就有油了 這樣要行嗎 要行 我們起來之後 要來清算 我欠你美國多少 我要行你 畢竟我建牌 所以 我們起來之後 日本那發生大地震 去年發生大地震 311大地震 我各位報告 還有一個大大的 的大地震 台灣民進府起來 日本的政黨 發生大地震 只有我們島地震 說什麼 日本的憲法沒有效 一開始就沒有效 我又要求他等到掃水溝 這個南初 許久志先生 他的主要是 廢除新日本的憲法 回歸大日本帝國 回歸大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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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裡可以 給他做廚房 我們這裡可以做開飯 才能夠一起開飯 不過現在由我們台灣人獨立 他們說不可以 讓台灣人獨立 有人即時說要廢 把新憲法廢除 然後回歸大日本體制 我要問各位 他如果今天廢除憲法之後 他是不是剛回來的 那副長是誰 當然還是我們 他走的時候 有沒有把副長的資格帶走 沒有耶 他是自己出了一家 這也是要廢森法的 小三常美 這是小姐 常識先生 小三常識 這也會廢森法 日本那邊 有很多的聲音都跑出來了 要廢除憲法 這個如果更可愛 麻生太郎 安倍晉山 福田康夫生喜郎 這是自民黨 這四個都很過日本 前首相 安倍晉山這次又起來了 他起來要做什麼 修改新日本憲法 他修改新日本憲法 什麼人做出來 我們台灣民主黨做出來 我們起來 因為我們是貨長 我 竟然煮肉絲我已經精神了 我是貨長 結果他說 結果你看看 你沒有效忠天皇 然後你的軍隊是保護日本國 沒有保護天皇 很好 結果他們 我們跟他說話後 日本國的憲法 今年四月二十一 我們有去 AIT跟日本交流協會 要給他們掃援 去給他們掃揮 現交朋友 他們在那天 四月二十一 先提案 日本國 憲法修正案 這是修改憲法 他是打算要修改憲法 去處理這件事情 因為他們沒有效忠 沒有效忠 敢不敢來廚房來噴吃 當然不行 不一樣 沒有效忠 這是中醫台 中醫台 中醫台是什麼人 讓羅莞國自己說 流亡民國 流亡民國 流亡是誓死 民國也是誓死 其實流亡國 這一個感謝狀 中華民國八年 那張的報章也有看出來 拿我這筆出來在講 這他們外交部的民家 日本的民家 那些檔案寺裡面也有 也有這張 我哪有這張 我也不知道我誰有這張 不要說太多 我就是有這張 中華民國八年東 福建省 惠安縣余敏 郭和順等三十一人 遭遇瘋爛 漂泊至日本帝國 聽到我喔 不是新日人喔 是日本帝國沖繩縣八重山駿 間隔內河陽島 成日本帝國八重山駿 石原村 僱主 去他救了 他就說他遇到孫蘭 他們那些 福建人去 那些 釣魚台那些 那些所謂叫做 不是釣魚台是 是間隔群島 間隔群島那些 遇到鳳英 人日本人給他救 很感謝你們 那些人是中華民國 駐南蛇崎的 領事叫做逢免 官免的免 民國9年5月20號 誰會 當然也是 大日本帝國 沖繩縣八重山 駿間隔列島 好嗎 當然在1993 我記得是1949年的時候 1941年 1940年的時候 違規 違給我們 台灣這邊去管理 像我們台灣在管 不管是台灣管還是劉Q管 都是台日本帝國的 那不是 再來我們重新檢查 就是我們和平條約 2A到2F 全部都是日本 還是台日本 前排者是台日本 還是新日本 台日本 結果只有台日本 裡面的新日本 在簽和平條約 所有的全部都日本 日本 所以這就是 朝鮮群島的那個 主權來源是 來自於就是和平條約的 日本承認 你看是日本 朝鮮獨立 建制成兩個 本來是一個國家 變成兩個國家 現在是南北韓 按照國際法 日本國 承認 有沒有代表大日本 沒有耶 有沒有代表天皇 沒有耶 因為日本 因為當初 在交五戰爭的時候 交五戰爭之後 那個朝鮮的王朝 他覺得 原本是中國的附屬國 清帝國的附屬國 他覺得清帝國不可靠 而且他們真的有夠落伍 然後後來他們就 用一個皇室併合條款 由 朝鮮的王室主權擁有者 然後 然後 併合到 大日本帝國 大日本帝國的天皇 把這個 朝鮮半島的人民 都做自己的 養主一樣 養主 他是養主身分 你也可以把他派他做官 你也可以叫他 替你清帖 因為他是你的養主 養主有價錢嗎 有喔 那 現在的朝鮮 他在聯合國裡面 他的主權來源是來自於 新日本的承認 有沒有效 這是一個問題 所以朝鮮還在大日本帝國架構 還在大日本帝國架構 這是2B 日本放棄對台灣澎湖的一切 權利 民力與要求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是日本放棄還是大日本帝國放棄 日本放棄 那日本放棄的話 有沒有說要給中華民國隔壁的 沒有耶 我跟我太太離婚是一回事 那他那個 跟我離完婚之後 要去再去嫁給別人 那是另外一回事耶 我會直接把我 我的太太嫁給隔壁的 有人在嫁妥做大股 沒有耶 這是兩馬子回事喔 日本只是跟台灣切斷關係 也沒有說要給你中華民國 有沒有 沒有耶 而且大日本帝國放棄人 有說 有代用這件事 沒有啊 大日本帝國也沒有代用這件事 現在我們現在變為唯一的繼承者 這青島群島也一樣 這個 這個第一款 第一款是那個 新南群島那邊那裡 那個太平洋島嶼委任統治地 那是10聯合國那裡 那個公佈 託館 由聯合國去託館的 日本放棄因為日本國家 在南極地 我們台日本帝國時代 就有管理這樣 有很多的 在打仗的這幾年 當中的那個 那個獲得的土地啊 拿到的一些權利啊 包括一些新的一些 物種的發現啊 那種 那算是一個那個 那個title啦 一些那個 宣有權 就是說那個我發現的 可比說我發現了一顆衛星 哈雷嘛 發現了一顆衛星說 這顆衛星要用的名字 叫做哈雷衛星 它不會叫做蔣中正衛星啊 它不會變成這樣嘛 那就是一個 名義上的那種宣誓 那也是尚以哈雷所以喔 再來 F群就是南沙西沙群島 就是我們講的 新南群島 日本放棄 表示它曾經擁有嘛對不對 對啊 它如果沒有曾經擁有的話 那它怎麼放棄對不對 在國際上領土 取得有一個程序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一定是這樣啦 不會說title All right claim 不會啦 一定是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發現了之後 進去裡面開墾 然後在裡面實施我的規則 擁有 就這樣子 有它的程序在 然後因為在西沙跟南沙群島 這段時間 它的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因為戰爭的時候 各國領事一定會撤回嘛對不對 沒有正式的文件來往 有沒有算Claim 還不算喔 還不算喔 那有48個國家證明說 這個它曾經擁有管理權 那算不算Ukraine 算了喔 這剛才講的日韓併合條款 日韓併合條款 是韓國皇室 對大日本帝國皇室 不是跟日本國的關係 我們先來檢查 古金山合併條的第二條A到F 1946年的10月3號 天皇簽署新日本憲法生效造書 形同新日本 自此日期 脫離大日本帝國架構 那1952年 過六年了 過了六年之後 就是在和平簽署者 吉田茂 他的身份 是已經脫離大日本帝國的 新日本國總理 他有沒有代表整個大日本帝國 沒有喔 所以 琉球群島 到什麼時候才回歸 到究竟在和平 如果是一個和平條A的話 有那個簽署完 過了10年之後 才回歸的嗎 才生效的嗎 有啊沒有 沒有 我們的琉球群島 是在1972年的5月45號 才回歸到 新日本那邊管理耶 因為那個時候的新日本 已經加入聯合國 那現在的新日本是聯合國的 一個會員國啊 他是戰勝者還是戰敗者 他是戰勝者耶 當初大日本跟誰打仗 跟聯合國打仗 當然 美國是主要佔領全國 啊所以是由 聯合國的美國 把琉球的佔領權 用3億2千萬美金賣給 聯合國的新日本喔 他只是這樣子而已 他有沒有 牽涉到主權 沒有牽涉到主權 我這一段為什麼要講 因為 透過網路要讓一些 學者知道 環災啊 這個關係是這樣子 所以流 在1946年 簽署的新日本條約 新日本的憲法啦 不好意思 新日本的憲法 有沒有包括琉球 有沒有包括台灣 沒有喔 那琉球1972年的時候 才回歸 所以就算和平條約 有沒有包括琉球 有沒有包括整個大日本 沒有 就只有 1946年簽署的有效土地 那一塊區塊而已 就是新日本的地方 就是三和平條約 簡單的說 就是那和平條約 只對新憲法施行的新日本有效 其他的大日本地區無效 1945年 戰敗的是整個大日本 1952年簽署和平條約的 卻只是新日本的區塊 這我們怎麼知道 講到這裡我們就覺得惡測了 當初是 向美國選擇的什麼人 新日本的那個政體 結果他先鬧跑掉了 台灣人還在幫他行政很多 台灣關係法說 不用 那個美國有提供 台灣 那個防衛性武器的義務 什麼叫義務 不用錢的叫做義務 你吃你兒子什麼義務 你有給他收錢嗎 絕對沒有 對吧 你又怕他吃不飽 是不是 盡量吃 是不是 飽的東西你盡量吃 是不是 那就是一個 那個叫做義務 義務要不要錢 不用錢 按照台灣關係法 台灣取得 防衛性武器要錢嗎 不需要 那每年都從台灣人的那個 稅金裡面的口袋 裡面挖一兩千億的那個 那個錢去買武器 那就是在幫 大日本還戰爭債 那就是你行政很多 行政很多 如果他出檔了 完了67年了 我們現在清洗了 我們要來幫他算這條事 看我還欠你美國多少 我沒有夠的 我用油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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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花多少油 百分 一百湯油 你看要佔二十湯 三十湯 給你嘛 行李嘛 行李嘛 我們來簽和平條約 大家來做朋友 我們要不要繼續給 國民黨管 要不要繼續 替美國人養中國豬 不要 台灣人的職業欄都寫錯了 大家的 大家的那個中華民國 發給你們的那個 身分證上面的職業欄是什麼 什麼自根農 什麼那個農工冰商的 都錯了 養豬戶 台灣都是養豬戶 所以我們台灣人不要再試試了 好不好 好 太平洋戰爭期間 駐大日本各國領事撤回 這一段期間所做的領土擴張程序 all right title and crime 三個主要架構 這是萬國工法的架構 沒有辦法跟交戰中的各國 進行正式的文書交涉 卻在 1952年的4月28號 就在和平條約補完成這個程序 有48個國家簽署 新日本放棄什麼 新日本承認韓國獨立 放棄台灣 表示他曾經擁有 對不對 一個結婚證書可以證明說 曾經擁有合法的婚姻 對不對 對 那離婚證書有沒有這個功效 有 有48個國家證明說 新日本 跟這 A到F這幾個國家已經切斷關係了 那算不算離婚證書 那曾經擁有就好啦 他已經完成整道程序了嘛 對不對 all right title and crime 就是在這個地方的 有48個國家 簽簽簽之後 然後回到頭上去看不見 怪怪 感覺好像被騙了 沒有錯 被基田帽騙了 基田帽 在戰敗合約 還在進行領土擴張耶 你們有發現到嗎 A到F這些東西 全部都是啦 他放棄啊 表示說他曾經擁有嘛對不對 那曾經擁有就好啦 這塊土地是誰的 台灣高雄州的啊 那台灣高雄州有沒有實施憲法 有 1945年的4月1號 台灣人擁有參政權參戰權 就已經成立了 而且他的層級還高於憲法加固 這我當初期不認識過這個關係 是不是 大日本帝國的造書的那個憲法 是用什麼去讓他生效的 造書讓他生效的 那台灣人變成 大日本帝國的成名 是用什麼下去生效的 造書耶 你們獲得 我們台灣人獲得 大日本帝國成名的身份 是高於憲法層級耶 這你怎麼清楚喔 這我在 你如果聽不到的人 請你們去 那個 那個 那個新訓班的時候 我會告訴你 我清楚耶 不要浪費大家的時間 因為時間有煩 我應該要排差不多兩禮拜 不過如果兩禮拜 可能大家都不來 開玩笑 這時間如果沒有開玩笑 大家要睡 大家都很辛苦 來這裡 尤其今天 跟晚上十點去 1952年4月28號 就是這樣和平條約 整個第二條A到F 是放棄條款 等於是離婚 放棄了 放棄這段婚姻 重點在於新日本放棄 卻沒有說要轉移給誰 這叫做懸空割讓 懸空割讓 我的太太 如果今天跟我離婚 她敢去做隔壁嗎 不會啊 她是回去做 我長男的女兒而已 我當初是帶我太太 我是對我長男的手 跟我太太抗了 我跟他切斷斷斷 是像我長男而已 那不是 長男的誰 大日本帝國天皇 日本已經脫離出去啦 然後 把這個A到F這七個 區塊的離婚 還給誰 給天皇而已啊 她懸空沒有說要給誰啊 我幹嘛說一定要給誰 對不對 這叫做自然法 這叫自然法 日本放棄的東西 誰能夠擁有 天皇 一定要有繼承權啊 這是 我各位報告 我告訴我清楚好了 繼承權 我打個比方 我沒有後台 我 還在外面打拼一堆東西 我有骨骼經公司 很多財產 結果我騎了 我沒有兄弟 我有一個老爺 我這些財產總是沒有去嗎 會給誰 繼承權會給誰 老爺啊 還給老爺而已啊 對不對 那日本國跟誰有關係 跟天皇有關係 那天皇有沒有繼承權 有啊 我老爺財產 我可以繼承 我的財產 我老爺同樣可以繼承 對不對 當然是這樣啊 我如果後台 想要給我老爺去繼承 不用啦 就給我兒子去繼承就好啦 這叫做自然法 今天要知道這是自然法 所以這個懸空是給誰 按照自然法是誰的 大日本帝國天皇的 所以這A到F都憑給誰人 天皇啊 所以這按照自然法 他只是沒有寫出來而已 但是簽署的48個國家 他卻留下白紙黑字 證明承認就是在和平條約第二條 A到F在 1952年的4月28之前 曾經是 新日本所合法有效管理的地區啊 是不是這樣子 有48個國家成員 原本沒人家成員 現在有48個國家成員 懂不懂國際戰爭法很重要 戰敗這回事 在大清帝國的時候 李鴻章只能夠上權辱國 割地賠款 大日本帝國戰敗 新日本的吉田茂 還可以保疆為土領土擴張 什麼人比較厲害 吉田茂比較厲害 什麼叫做不平等條約 條約有平等的嗎 沒有平等的 重點就是說 日本國戰敗 日本國戰敗 大日本帝國戰敗 新日本的吉田茂 還可以把這些土地還給大日本帝國 厲害不厲害 當初是大日本帝國 戰後還有720萬 包括關東軍 關西軍 和海外的一些軍團 一共還有720萬的人 一個吉田茂 贏過700萬的大日本帝國陸軍 大日本帝國的皇軍 這就是厲害的地方 懂不懂國際法很重要 所以 懂國際法的 吉田茂 這李鴻章 吉田茂 在敗戰條約裡面 還能夠領土擴張 讓18個國家 幫他背書說 這A到F 整個第二條放棄條款 我曾經擁有 所以這是我們長人的 這樣有聰明嗎 聰明嗎 懂不懂很重要 所以我們要來 我們今天來這裡學 就是要學這個 國際法跟戰爭法的原理 你們怎麼知道 所以 就是這樣和平條約 是不平等條約 全世界沒有一個和平等條約 絕對有不平等 就是這樣和平條約 對誰有利 對大日本有利 再來我們時間的問題 我們繼續說美國 美國憲法 我們在初期辦的時候說過 美國是擁有各個主 擁有現在是50個州 50個各自擁有主權的州 所組成的聯邦 聯邦政府 我們 到時候我們 副主席在說 我們以後要跟 要跟新日本那邊 還有甚至說 我們那個朝鮮半島的兄弟 那算是我們兄弟之邦 要建立的是邦聯 或者是聯邦 這不太一樣喔 所謂的 Common Wales Common Wales 就是在以國家成績為架構 每個國家擁有各自的主權 然後自己實施制的憲法 可是他們之間沒有互相的 那個所謂的防衛權的宣誓 這就是聯邦 就是那個大英國協 這是國協的架構 Common Wales的架構 或者是說要擁有一個 在大日本帝國的體系底下 那台灣有台灣自己的台灣基本法 那新日本你不修憲的話 你就自己玩一套新日本國的憲法 你不效忠天皇 那我台灣效忠天皇 那我台灣有效忠天皇 所以我擁有 新南群島的開發權 繼承嘛對不對 要出去 有繼承權 沒有啦 他已經駕出去了 他已經出去了就沒有繼承權了 這個還沒有底定 因為新日本還在修憲 朝鮮 朝鮮那邊的人 我不要叫他真心 朝鮮我就不分析 有興趣的 我們私底下來講清楚 這個朝鮮的問題 美國成為一個 原本是一個13個州 所以我們美國的憲法標誌 這邊上面這邊有 一共有13個圓圈圈 13個圓圈 這是美國憲法的標誌 這個是美國司法部位的標誌 然後他一開始是由13個州 去組織的 不然在你擴張在你擴張 一共有50個州 分成50個州 他們的各個州都擁有自己 州憲法 就像我們現在的 高砂族 我們的高砂州 他們本身擁有自己的憲法 他們的憲法很簡單 就是我們上帝的那個 給我們的十戒 不用聽太多耶 美國的憲法一共有7章 大日本帝國的憲法有7章 那現在日本國有76條 一樣7章 那中華民國憲法有幾條 187條 那要做10條就夠用了 如果沒有要做 你整頂189條也不合 他們的中華民國的 中華民國的憲法 規定的人民有來選總統 有沒有 他的有效公民是包括蒙古 還有外蒙古 人家外蒙古 現在都已經在聯合國了 他還在說他們 是他們的合法公民耶 所以蒙古人可以選 中華民國總統 很奇怪耶 那 包括寧夏 包括陝西 山東 山西 那些人有沒有來參加這次的 馬英九的投票 沒有耶 正常是應該由他們來投票才對啊 對不對 結果給外國人 就是我們台灣人耶 披著豬皮的台灣三貓 去投票 所以全世界都不承認的有效 他也沒有按照憲法再行事 就是 美國的憲法 是整個五十個州 裡面的一個共同 共同的一個憲法 所以他訂的很簡單 只有七個章節 簡單說就只有七條啦 七條而已 他是國家的最高法律 那每個州 有各自的憲法 有的州有死刑 有的州沒有死刑 他們自己州決定就好了 可是在憲法上 他在聯邦憲法上 他不規定這個部分 因為那個權力 是因時制宜 因地制宜的 有的州 他的原住民比較多 他不希望有死刑 他就不要死刑 有的州 他是拉丁民主過來的 他生性比較喜歡侵略 那你要用死刑 去跟他們防止他們的 去壓制他們這種 作為那種文化 那當然是可行的 因為美國很大 所以50個州各自擁有 自己的州憲法 他們叫做聯邦 那大英國寫有54個國家 加拿大澳洲紐西蘭 多少種誰 大英國寫女皇 伊莉莎白二世耶 所以伊莉莎白二世 是英國的女皇 這個答案就只有答對了 五十四分之一 他也是印度的女皇 五十四國 五十四國 那美國是跟英國 打仗之後 獨立戰爭完之後 脫離那個大英國寫 而獨立的一個國家 這什麼關係你知道嗎 我給各位報告 阿扁你的兒子 或是你的女兒 養大小之後 他要嫁人 要帶人嗎 要嫁娶嘛 他嫁娶的時候 要出去自己一家 對不對 是不是 他向你宣稱獨立 這叫做獨立切割關係 以後你就不用管我了 以後我要自己一家 所以 你要把我管的 那個阿祖 你以後 獨立之後就沒什麼管我 當然 我出去自己一家 你要祝福我 英國 當初跟美國 打了獨立戰爭之後 美國做了任何決定 英國有沒有支持他 當然支持他 為什麼不支持 你的兒子獨立出去的時候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 所以對美國宣戰 等於對幾個國家宣戰 54個國家宣戰 因為 美國這個國家 它雖然是一個國家 可是它後 它是50個州的聯邦 它後面還有一個媽媽 帶著54個國家的兄弟姐妹 你只要跟他選擇 他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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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準備50個國家先說 所以中國說要宣戰 你怎麼打 再來介紹 不要說太多的部分 再來 美國憲法就是 第一個就是三權分立制度 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 三權分立 那人人平等 按照美國憲法第14修正案 人人都擁有平等的地位 第三個就是聯盟體制 第四個講的就是憲法至上 憲法至上 然後 司法院這邊擁有違憲審查權 正常 剛才有學官在問 司法大臣跟那個 那個 那個法務大臣有什麼不一樣 我實在不一樣 我還是故意解釋一下 正常來講 通過 在參議院那邊通過法案之後 才會拿來實施 那司法院就是在 參議院通過法案的之後 這一段的執法動作 就是由司法院去處理 是司法 先有立法 才有司法 那這個立法之前 還有一個叫做行政程序 那在 就是我們那個法務大臣那邊 要去做的 它有一個 一個叫做擬定草案 然後送交審議 就是立法權的審議 然後 通過了之後再交付執行 那 在 美國的憲法裡面 有一個叫做 違憲審查權 剛剛有講過 先有立法 才能司法 才有法可施嘛 對不對 先有 不才可以拿這件去 去帶人 是不是 那個說得很難聽 講得很極端了 是先有法 才能夠 才能夠司法 那 美國的法律 賦予司法院一個權利 叫做 違憲審查權 正常來講 那個 立法的架構 絕對高於司法架構 立法院的權利 大於司法院的權利 那一個違憲審查權 你就可以按照這個 那個 那個 新的法案 如果要擬定的時候 那司法院要去看看 你擬定的法案 有沒有違背 原本的法案 這就叫做違憲審查權 這是不會應該 發生的 不過有這個權利 這是算是一個前置動作 避免你立了一個惡法 在 那個 執行的司法階段的時候 造成它的糾葛 造成它的那個衝突 所以 美國的法律 有一個違憲審查權 這個違憲審查權 是一個被動的審查權 有人因為新的法案 而造成它的損害 原本有一個機關 他在做事情 都是按照舊的法案 那新的法案下來之後 他受到了損害 那受到損害之後 他能夠去法院那邊去 提出這個違憲審查權 要求司法部 去修改他們的憲法 回歸到正常的狀態 讓他沒有損失 這個是可行的 美國的憲法序言只有一句話 50個單詞而構成 We are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到底 大家這裡看 大家注意看一下 We are the people 我們現在都有去連署 有去連署那個 我們那個 那個Petition 就是我們那個 去跟那個美國的白宮那邊 做一個Petition 一個訴求 要連署2萬5千人 他就會拿這個法案去要求 眾議院那邊 再去審查 他的一些制度 來配合 我們在這邊也已經有 但那個地方要求說 我們要把台灣 按台灣按照 萬國共法 按照國際法的定署 要向日本 帝國天空 要回歸給主權者 我們不要繼續做 國民黨的 做那個 我們不要繼續持國民黨 國民黨是養豬戶 是豬 我們台灣人是養豬戶 We are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大家有看到嗎 應該會說 We are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有沒有 會不會 不會 這就是美國人 這是off 不是on 不是說我 大家要去美國 我拿 最近在說我拿中華民國的身份 我拿到那個 中國的 人民的那個 那個護照 我踏上了美國的領土 We are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我就有美國憲法的權力保護 沒有 我跟你講沒有 沒有 你要是本身就是美國人 是off 本身就是美國人 不是你踏上美國這塊土地 就變成美國人 中華民國憲法第二條講什麼 主權在哪裡 在中華民國國民權體 所以中華民國國民去到哪裡都擁有主權 這不是很好笑嗎 他踏入了美國的土地 結果美國變他的 這中華民國憲法可笑的地方 我把它歡迎起來 我們合眾國人民 為了建立更完善的聯邦 樹立正義 保障國內安寧 提供共同房屋 促進公共福利 並使我們 自己和後代享有 自由的幸福 特為美利堅合眾國 制定本憲法 這一次是那個 美國憲法的序言 美國憲法他都有說過 有七個章節而已 很簡單七個章節 一共有五頁 五頁而已 其中一頁 是大家在簽名的 好像76個聯署者 76個人去簽 有七個章節組成 主要規定的 美國政府的三大權力 組織與運作 各州與聯邦政府的關係 憲法本身的修改和批准程序 跟現代的那個世界各國的憲法 不一樣的地方是什麼呢 美國憲法正文中完全沒有提到 人民擁有權利 美國號稱是什麼 什麼立國 人權立國對不對 美國是一個號稱人權立國的一個國家 結果他的七個章節 美國憲法的七個章節裡面 完全都沒有講到人民 擁有什麼權利 所以那個時間點就有一個名言出來 大家反正要聽過 別問國家為你做了什麼 要問你為國家做了什麼 一開始我們後面 大家現在國際班 我們這些先輩 你們後面都有機會 來參與我們台灣民政府的 基本法的制定 我們制定的時候 你說一開始我們不要做過關 一開始就定了 全世界最好的嗎 有沒有辦法 我是不抱著這個期待 我是有這個期望 可是不抱著這個期待 有這個期望而已 我是希望這樣子 可是我們只是能夠做到 盡善盡美 可是這個盡善盡美 要做到全世界最好 這是一個難題 所以一開始大家有信心 美國也是這樣 一開始也沒有去考慮 有這些東西 美國堂堂一個美國 那個現在是全世界世界 最大的強國 他的憲法是七個章節 一開始頂了前七個章節 結果那七十六個人 回到的時候 你頂的法律拿著看他 怎麼不規定 人民擁有什麼管理 一開始頂就沒有了 所以他們的政客 我們說什麼政客 不知道要怎麼回答 別問你 你不要問 別問你為了國家做了什麼 要問你自己為了國家做了什麼 所以後面我們頂不好 沒關係 我們後面再繼續修正 要接受民意 所以我們民意 我們以後的參議員 都要去深入到我們那個基層 讓他們知道說 我們訂這個法案 那對你來講 有沒有什麼不好的地方 我們需要修正的地方 我們還可以再做修正 法不是直接頂下去 沒有辦法改 還有憲法都可以改 憲法都可以改 憲法都可以改 所以在這個憲法 生效不久後 美國國會一次通過了十條 本來只有七張而已 後來通過了十條 叫做人權法案 在1791年的時候 這十條全部都是規定的人民 應該享有的基本人權 所以一開始不是說 他們美國就做得很好 美國當初一開始制定憲法 那寫到七張那76個人 有沒有說 那個 那個他們就已經是 事業上最先進的 有沒有 沒有 他們只是想說 盡我之力 我就做多少 做多少就好 我們後面也是一樣 我們台灣 後面要來按照 台日本帝國的憲法 來修正成台灣 在美國佔領之下的那個基本法 這是一個臨時法 一個共同的規則 那要不要修 我跟你講 不能直接報下來 就直接使用 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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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修訂憲法嗎 因為大日本帝國構裡面的 沒有男女平權 男生才擁有政治權利 那男人才能夠參戰 參政 男人才擁有參政權 參戰權 女人是沒有的 這條如果沒有改我回去的時候 我沒有要煮飯給我吃 所以一定要改 開玩笑 我的意思是說 在60幾年之前 會發明 到現在 整個世界的演變 世界大家的一個共識 一定不一樣 60年 那已經幾台人 以前 日本 日本在1895年的時候 他們平均稅數是28歲 28歲 一個世代就結束了 正常台灣是差不多20年而已 外國差不多20歲 就一台了 有的14歲15歲就在生孩子 60年等於三個世代了 20年是一個世代 這個 當初是日本帝國的憲法 已經過三個世代了 當初的女人 沒有權利 現在女人 你跟他講沒有權利 好等你跟他講話 我絕對不敢講 所以一定要來想 所以我們要配合這個時事 國際的最新的共識 一個潮流 一定要來修改憲法 一開始修不好 我給各位勉勒 一開始修不好 沒關係 我們慢慢來進法 這個修憲的動作一定要做好 不用修改很多憲法 不需要修了很多 你像高渣祖 他們用我們那身心裡面的十戒 就可以了 那我們大日本國憲法 他規定也很簡單 七章七十六條而已 那我們能夠保留的保留 主權的部分不要跟他動 那人民的部分 要讓女性擁有參政權 還有參戰權 現在女性開那個戰鬥機的 比男生還厲害 不要說男人才會開戰鬥機 女人開戰鬥機 瞄得比那個男人還要準 波灣戰爭的時候 那個坦克車裡面坐的女人 打那個坦克車在打的 那個準度還比男人還高 然後他們的後勤補給部隊 那個女性的中將 那是女性的中將很大 對不對 女人也是可以當到將軍 所以我們既然要要求男女平權 那當然 女性要讓賦予他 擁有他參戰 還有參戰的權利 當然不鼓勵啦 這是男人的一點點的私心 美國憲法的第一章講的是立法權 時間的問題我 那再繼續要 因為要分享更後面很多精彩的東西 一些 這個比較專業的一些東西 我們以後有那個憲法會議的時候 我們會再針對憲法小組的人 來做一個更精準的一個探討 美國憲法第一章是講的是立法權 他講的是美國的國會的權利組織 還有美國的會包括參議院 還有眾議院兩個部分 我說對方 不過我是靠台北的事 然後他的選舉的模式是怎麼樣 怎麼樣產生的 就講這個 第二章是寫到這個行政權 就包括行政機關 包括美國總統的相關事項 我要問各位喔 美國憲法 按照美國憲法的 的那個 的規定 美國最有權利的男人是誰 知道的人請舉手 是美國總統的人請你舉手 欸 美國最有權利的男人欸 美國總統嘛 認為是美國副總統的人請你舉手 欸 沒有啦 所以是1比0 我還會報告 美國 按照美國憲法 美國憲法的副總統 他是當然的 參議院院長 他是立法院院長 他有權監督美國的總統 所以美國的副總統 比總統還要大 你怎麼知道喔 那按照行政權來講 美國的總統是最大 美國總統只是行政權的最大 可是在美國的行政立法司法裡面 立法權高於行政權高於司法權 所以全美國最大權利的人是副總統 不是總統喔 你怎麼了解喔 第二張規定的行政機構 還有美國總統的相關事項 還有他的一些官員任免的一些資格 這些東西 第三張講的是司法權 這是美國的聯邦法院系統 包括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有關規定 那美國是實施陪審團制度的 50個州全部都是陪審團 要把各位報告 跟台灣有關係的三個國家 一個是日本 他是實施的是陪審團制 一個是 真正的佔領者他是 美國 美國他還是陪審團制 然後另外一個是代理佔領權 就是中華民國 要問各位 中華民國是陪審團制還是說 那個一審法官制 一審法官制 這個有什麼缺點 缺點齁 大家都有看過 大家都知道 有的人每吃過他們的餐 我看到很多學員 都每來配合司法爭議的一些作為 一個法官 那個法官如果收買的時候 整個法院就歪掉了 這個陪審團制是用TWA 用抽的 陪審團是用抽的 這才會公平 再來 美國憲法第四章是講到 各州與各州的權力的關係 還有它的權力的限制 他們是一律平等 那你這一州的人民 跑到別的地方去 別的州去犯罪 那要按照別的州的規定 是屬地主義 不是屬人主義喔 你是奧克拉荷馬州的人 跑到華盛頓州犯案 你要按照華盛頓州的法律去宣判 這是第一審判權 那當然你可以不服說 我犯到死刑 我要求說要引渡到我的家鄉去 可不可以 可以 不過這中間裡面的費用 全部都你要一個人負擔 你要去負擔 這沒人這樣要求過 不過他們有規定說是可以這樣子做的 那在亞利桑那州的孩子 去到那個華盛頓州犯案 那亞利...那會不會 華盛頓州會不會說 你...因為你是亞利桑那州的孩子 所以我邊刑多打你兩下 可不可以 不行 要疑慮 規定幾個就是幾個 不然我們台灣民進府 純鞭刑跟死刑而已 就只有兩個刑法 我們不要蓋監獄去養那些人 那個不叫監獄 那個叫做犯罪訓練班 那些... 明明就... 明明就那些羅莫冠州 去賀一堆的 賣的 那是一個犯罪訓練班 本來會要淘汰的東西 後來變成... 他後來打收拾 後來去做一些工作 那都不行 本來是小賊變大賊 所以... 現在中華民國體制底下 你看看他們的... 那個... 你看他們的感覺都塞爆了 為什麼塞爆 就... 中華民國本是教導 他的建議就是... 他們的感覺就是... 塞在那裡混在那裡犯罪訓練 對不對 我們不要這樣子做 我們就邊形邊回去 邊一邊之後 帶上那個電子腳樓 現在有電子腳樓 你回家跟你拐 你犯罪 你腳樓說到鼻子了 你這樣我就繼續犯罪 絕對沒辦法 而且你有晶片 我還可以查證說 你這人在哪裡 那第四章還有規定到 各州之間的罪犯引渡程序 最近... 我發現中華民國很多官員 都有綠卡 有的風業卡 甚至還有那個... 那個... 英國國籍的 然後... 台灣是美國的佔領區 那以後我們要追... 轉行證要追討 那些罪犯的時候 那些中華民國 擁有雙重國籍的官員的時候 要不要引渡 要... 確定要... 確實要引渡 如果他在美國 我要不要引渡 不用了啦 這裡就是美國了 直接卡電 人家家家家家這樣就好了 要引渡就是國家跟國家之間 才需要引渡 這週與週之間的罪犯引渡程序 遷徙啦 這些通常都有規定 那台灣是美國的佔領地 以後那些中華民國的貪官污吏 如果落跑了怎麼辦 在美國 在美國 你拿的是美國綠卡的 你跑不掉 那個不需要引渡程序 就直接回來 如果是加拿大封業卡 他有沒有加入聯合國 有 加拿大有加入聯合國 美國有幾個邦交國 192個國家 190幾個邦交國 那些邦交國 跟他有關係的 我們都按照 用美國的名義 去跟他做司法引渡的動作 你要招待啊 全世界有哪一個國家 跟中國沒有邦交的 跟那個美國沒有邦交的 192個國家都有邦交 剩下沒有邦交的沒有幾個 台灣跟他沒有邦交 可是台灣是他的佔領地 台灣就是美國的佔領地 當然可以啊 中國有沒有加入聯合國 有耶 中國有沒有 用司法 當然可以抓 然後啊 我們用聯合國的司法引渡程序 他就可以回來了 他有加入聯合國嘛對不對 一樣啊 因為他在台灣辦的是人權 人權是可以跨越國際 還有司法等金融 像這次阿扁人家犯到什麼 洗錢罪啊 這是國際的罪責 這是國際罪 這是聯合國的那個 國際金融的罪 人權跟人權是跨越國際的 這個都可以追溯啊 所以跟美國沒有邦交的你可以去躲 啊你 啊如果他擁有 中國人民共和國的 那個身份的話 他要跑去那邊躲嗎 欸 你稍微想一下 那個所謂是共產耶 什麼東西沒多 討厭很多耶 他就巴不得要把那隻羊 這隻肥羊綁到那個中國去剝削了 你自己又跑去 通好 通好喔 他們絕對不敢跑去共產國家 都跑去民主國家 那民主國家幾乎全部都是跟英國 美國擁有 綁交 那我們可以藉由司法制度 跟啊 請他們引渡回來台灣 所以他們那個中華民國的官員 現在有雙重國際的 大家都在撈美金耶 大家都在 都在留那個 你看那裡那個小黃書那個 黃什麼 不要說的 黃書長 前書長 他貪污的裡面 只有三個人 是 放的是台幣的 那是三百幾萬的那樣 三百五十萬的台幣 其他全部都美金黃金 加拿大幣到澳幣到歐幣 準備要逃跑了 你們發現到了 要走路了 行政院的 秘書長 號稱說 全那個 中華民國行政院裡面 只有兩顆印章 哪一個人 有喔 誰的臉叫做什麼 放什麼 放米金耶 對啊 收米金耶 你有沒有想過嗎 貪污就貪污米金 可以拿去菜市場去買菜櫃 剛才說菜櫃嘛 可以拿去買菜櫃買補 不行耶 那阿桑要照理 我知道 這個 這個奇怪 你拿這個米金 是要來買菜櫃 是要做什麼 他都沒有照理 他要跟他換算 他都算不出來 照辦啊 一樣辦 絕對辦 最近國民黨 所以我們這個動心 他很好 他都在注意這個時事 很關心我們台灣 我們需要這種人 國民黨 現在已經 那個東山的 招標已經留標幾次了 你知道嗎 五次了 那準備要做的 你知道嗎 上去上去上去 不然 本來做一百億的東西 上去剩一億 就有人 用他的私人名義去買 我不要說是 有什麼雙人家 或是連什麼贊人家 就用一個名字去買 所以 把我們 把我們 台日本 台灣的 這個公共造成 專誼到國民黨 不法政府的 不反 這個不法政黨的 那個 垃圾裡面 連如果再套過拍賣的模式 連如果再專誼去 蘇聯的垃圾 他當中說我們不知道 在做什麼 劉標五次了 我們都要注意 晚上我們注意而已 美國可以注意他 所以不用擔心 我們後面要處理的事情 都跟美國 脫離不了關係 因為美國你 你佔領了我 你當然要處理我的事情 對不對 如果沒有 國民黨歐益的錢 那當初是 是你美軍在來的 晚上就你美軍要吸收 是不是 38年 那個34年的那個 那個 那個那個 中華民國那些 佔領軍 那是誰在 誰用船帶過來台灣的 美國的 38年一百萬人 一百多萬人 那是美國的存在來的 那是我們台灣人去幫他 去幫他 沒有 繼續說 美國憲法第五章 就說就是 修正程序 任何國家的憲法 都一定有規定 憲法修正程序 包括新日本的憲法 要修正 那個依據也是按照 台日本 帝國的憲法修正 第七十三條 下去修正的 都一定有一個憲法修正程序 第六章是說的聯邦憲法的權利 第七章是講到憲法批准的程序 講得很簡單 那 美國憲法只有七章 短短的七章 本文都沒有變過 然後憲法 到目前為止是通過了27個有效的修正案 其中最初的十個 就是人家這樣說 不要問那個 國家為你做了什麼 要問你自己為國家做了什麼 一開始訂不好使 那些委員會還集完 還訂修 修了十個修正案 這叫人權法案 然後 後續的十七條是逐一通過 所以我們來看 這第一條到第十條 到這十條 全部都是一次通過的 人權法案 包括說憲法 為賦予政府的權利 都屬於各種人民 憲法沒什麼的 你都可以去做 憲法沒有 規定你不能做 你都可以去做 那 那個高砂族的那個十戒 沒有違反戒律的 你都可以去做 那你的主意 可是你不能夠違背 上帝跟你所締結的約 這就是我們的 這聖經的十戒所要求的 再來第十一條 這個就有按照實程 先有第十一條 然後才有第十二條 才有第十三條 你看 你有注意看對不對 性別其實 女人在美國 不是一開始就擁有女權 對不對 他是到了第十九個修正案的時候 才擁有女權 所以 一開始訂的法案 不是說絕對公平公正 不過要按照 他的 時事 按照國際的潮流 去進化 一定要這樣做 中華民國的憲法 中華民國的 你們都有看 這個頂點報紙這裡 報紙這裡 中華民國的夢白 這個夢白在那裡 是在那裡 結果在台灣 還有人沒有這塊夢白說 我是他的兒子 說要做 那個 說要 保庇 或是 外交都會贏 還是怎樣 很奇怪 台灣人 自己的祖先不去認 結果去認 把人做祖先 很奇怪 中華民國的憲法 第二條 中華民國的主權 屬於國民全體 第一章第一頁就寫錯了 所以他的人 跑到哪裡都擁有主權 跑到澳洲 澳洲變他的 跑到美國 美國變他的 跑到英國 英國變他的 所以這就是什麼 土匪合法化的 立憲 公然立憲 他說有187條 有沒有在遵守 沒有在遵守 對不對 他的總統是什麼人選 外國人選 你們什麼人 你們是披著豬皮的 台灣三貓 像我 他做的就是 叫做林寶 我就是 明明是台灣三貓 結果香港還是我們是中國的 說就是這個 你給你看看 目前的解放軍 這最近出來的一個 中國人 武警解放軍 他們在西裝的時候 一人本一頂 西裝的葬生的聲服 然後穿在身上 然後坐著那個大卡車 就運到那個 某一個城市進去 幹嘛 燒殺魯獵 然後嫁禍給誰 西藏的身 然後叫很多記者去拍照 說你看 那個葬生 都在 做這些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 燒殺魯獵的 動作 所以我們人民解放軍 不得不 要維持那個人民的 那個和平 要來趕快來阻止他 所以他們才 那個武警 才會進駐到這個城市去 結果他是誰 做菜 跟學生一樣人 他就穿這個 葬生的聲服去做 他們解放軍 他們都在那邊 都在那三分頭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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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大徒他是誰幹的 江戒祖 因為當初是 江戒祖就是 中華民國 真正的政權 汪精衛的 判軍 順問把中華民國交給什麼人 交給汪精衛 不是交給江戒祖 江戒祖是拿著軍權 他拿軍事權 然後 自己 要去開山做王 自己跑去沖庭那邊 他跑去沖庭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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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日本人 是汪精衛給他看的 當然是向美國選前 是什麼人家選前 中華民國 汪精衛政權 向美國宣戰 你沒有聽錯 汪精衛政權 還有滿洲國的溥儀 向美國宣戰 他是站在大日本帝國 軸心國這邊 蔣介石是 中華民國的叛軍 他是向日本宣戰 就這樣子而已 他的宣戰程序 還不符合資格 第一 沒什麼時間 第二 他的身份 不是中華民國的 做他不夠假 他不夠假 這就是 中國人常在做的 做策法就策 就是這樣 當初是說 200的時候 說了做 我們台灣人 和那個配合共產黨 在軍港 所以他要來鎮壓 看到鬼了 三四年的時候 他就來台館了 三四年進行 這裡是台 這裡是台日本 台日本有共產 沒有確定 沒有啦 這就是做策法就策 製造一個 製造一個 製造一個事端 然後 就找一個藉口就進來了 南京大屠殺 他也是 殺了 那就是寧漢分裂 那個時候 寧漢分裂 還有那個 跟那個 國共 他們叫做青野壁壘 青黨 他們在青黨 當初是共產黨 是依附在哪裡 你知道嗎 在國民黨裡面 國民黨的 為什麼要把他 把國民黨的 社長做恩來 跟毛澤東 他們的社長看出去 做一個青野壁壘 對 黃新衛政權 來講是 做寧漢分裂 那上台 今天有港台 派兵港台 台台的時候 他在那邊 撈跑 穿什麼 穿日本衣 穿日本衣 我們 台日本當初 我們有參加 你知道嗎 我們台灣有參加 你知道嗎 台灣的第十九軍 進去維持治安 我們有一些老一輩的 可能九十幾歲的先輩 你們有 很過日本兵的 你們知道這件事 我們還有參加那個 戶寧戰爭 台灣軍的第十... 台灣兵的那個 台灣義勇軍的那個 第十九聯隊 我們叫做聯隊 還有進去那個 還有進去那個 南京的 我們知道真實的狀況 可是我們戰敗者 有沒有多話 我們沒有說話 沒有代表他們說的 是屬性的 而且還說到 南京的 全國都拿到30萬人 沒有耶 還不到20萬的人 說他 說我們那個 大日本人殺他們30萬 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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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都做這種事情 吼 穿著日本兵的 軍服 然後做 做出那個 違反人權的事情 然後嫁禍給日本兵 不是這件事而已 我們這個大廚屠殺是 真好成功的 還有一個長沙城 雲西大火 那也是 黃河花園口 潰堤事件 那什麼人做的 今次叫人 穿日本兵的衣服 今天去把黃河炸體 叫外國媒體 發現到 事情拍空 要什麼人去把他 恢復原狀 日本派人 給他恢復原狀 去幫 那個黃河的那個 被他炸掉的 提防趕快把公司 再做起來 日本兵是在幫他們 討委 所以在那個時間點 流行幾個月 你知道嗎 在中國 那個區域 全國流行幾個月 甘願 我們讓台日本 占領 也要讓 周恩博 湯恩博 駐軍 湯恩博就是那個 土尾頭 他們的軍 軍事領袖 湯恩博駐軍 湯恩博是那個 那裡做 那裡做 正在做 那裡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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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尾裡面的 佼佼做 也是一個中軍 時間的問題 我們有先輩在問說 我們後面要怎麼做 其實全身正義不是跟我們台灣在做而已 全世界都沒有發行過 有很多的方式 我們都可以參考 我們都可以參考國際的一些做法 包括說設定國際刑事法院 做伊拉科的時候 還有一個特別的臨時法庭 在做廣州事件 韓國那邊的廣州事件 跟我們228事件蠻類似的 也是一樣 都可以按照國際法去參考 我們按照國際法來處理事情 都是在整個規範 國法做過的 我們就可以Q來用 那個模式我們都可以做 包括說東德 當初是透過政壇法 追討東德共產黨的黨產 延續到德國統一之後 那些都可以拿來追討 在流亡體制底下的各個政黨 包括國民黨 包括民進黨 不乏所得 不當財產 都要追討 都違反人權 又很多種 一個是通過一個叫除垢法 一些勤整員 三台青 包括曾經當過憲民的 還有共產黨黨工的人員 他不能繼續大 不過他不能做 不能做參政權 他沒有參政權 那台灣66年來的 67年來的情治特務人員三代青 不得參與我們TCG的一個建制活動 這我們會做總理有特別交代 有的人就說 國民黨的東山如果要走去外國 我們要怎麼走 外國的說很簡單 國民黨的東山去外國 走在哪裡 走在銀行 銀行很簡單 你就透過我們的一個機子 就是國際人權的委員會 那邊去要求說 第三國就是他國民黨嫁錢的地方 銀行他要提供資料給我們 他會不會白白的提供給你 不會啦 那你就是把他公佈名單說 這幾個人是違反人權的 然後你們如果提供資料給我們 如果他的不法所得 你們可以留二層 二層到三層 病例的利益 可以這樣子追逃 所以不用怕說錢賺不回來 一樣啊 照商追逃 照算啊 照逃啊 王英勤 王英勤他們第三個 照顧我叫做詠城 王詠城啊 當初是我們大部的 竊米的時候 也是叫國民黨的 那隻鞭鞭鞭去穿什麼 穿米而已 你就是 什麼時候 你都不用錢 然後就在台北方 對啊 正常啊 這種事情我們也要做過 我們在那裡的時候 以前還用那隻鞭鞭鞭有沒有 用那個竊米下去炒 炒到藏過 一些米都 炒到裡面 去搭那個 然後拆到邊 讓他拆到 那些關門裡面 你怎麼沒吃了 有了剩兩包而已 就今年收成賣 看了很多耶 就沒了 就這裡沒在那裡敲 讓他去敲啊 我們家也有很多事情 米啊 蛇子也是跟我說 因為我養不大的蛇子 叫拖啊 你都可以討嘛 你是那個 當初的那個受冤者 你就是可以 你把你的證據拿出來 就可以討 有發押你就能夠 對啊 還有啦 這很多啦 我可以跟你說 要拖的東西很多 這四萬換一塊 這你們應該知道 你知道嗎 四萬換一塊 這可以討好嗎 當然可以討好 你怎麼不可以討好 畢士長說四十萬 要把他們換錢回來 要用四十萬 把他們炒十杯 你要拿到當初的事 我說地上屋的部分 地上屋的部分 你們經過舉證 那土地的部分 你絕對要得回來啦 土地不淺加也不減少啦 你們有當初的一些 飼料你們可以 不知道幾百年 六十幾年而已 你看你們有心收集 沒有心 你看你們有心收集 你們如果有心要收集 你們的飼料絕對會又漏起來了 當初的事像我如果說 當初的事 他的四大公司會記得嗎 礦產公司啊什麼 台灣水泥啊有沒有 對啊 把你的土地用一個林務局 因為我如果說沒有錢 他就只知道要寫水泥 因為我生泥 他為了做什麼 阿里山你的土地 寫什麼林務局 寫作林管地 他就看說林管地 我生泥啊 這是我管的地方 所以林管地簽名 用一個生泥 問一個人口 說這是我的土地 結果沒有 這樣說我如果說千名化的 剛才拿一些那個 這個本壽鑽 公司大公司的礦產 來給他督銷 這事情也沒發生過 怎麼沒發生過 絕對絕對都有啊 阿我有留那個主要嗎 有啊我有留下來 阿沒有留 那裡你的觀念你不留的 阿我有留的人 我可以討 阿你沒有留 我沒辦法幫你留啊 你沒有留是你沒有留 我沒有 你沒有留的東西 我沒辦法幫你留嘛 台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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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不懂 台藏 什麼是台藏 台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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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啦 東吹 其實就是台藏 我講的不是你名聲 我講給你聽 台日本有在台灣 實時憲法 優惠的依固 什麼你知道嗎 我講給你聽 兩個 在主在憲法裡面 他能夠說在台灣 台灣有實施憲法 有兩個依據 第一個 台灣人做人口普查 全部做錯 所以我們可以來辦 這現在不正 我們台灣政府 現在辦的台灣人民 台灣公民身份證 對吧 人民還有土地 土地都有漲糧過 土地當初是 他前排的時候 那種高官的程序 他都來做錯了 對一塊土地 對這個土地 除了那個河川 他的那個新生地 那個不多啦 除了那個土地以外 其他都是 對一個土地有 沒什麼過 那有 沒有啊 中國國民黨 有帶土地來 你染 染到你不清不楚 沒有啊 日期待 有把你的人 做錯了 到這個 樹木 都沒有做錯了 有啊 所以你在煩惱什麼 我看不見 那都有啊 你的人也不改變 你的人 哪有改變 你的人是 你自己自己地皮 蓋住 你說你是 很中國地 你是中國地 這樣而已 你把他拿一彈掉 你就變台灣好啊 你知道意思嗎 人也是一樣 你的新聞證 你要調到中華民國的新聞前 去做事 去跟人家批評 去跟人家批評 是你自己歡喜感冤的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土地的東西 他沒錢加啦 也沒改變啦 土地絕對繞得回來 靠國民黨把你拿去的 經過 中華民國這四季的 國有財產局啦 那些土地 全部都可以再偷偷回來 那些都繞得回來啦 你不用煩惱啦 土地走不走啦 我們會去追的是 轉移的程序 所以是這塊土地好 看專規手 有經過中華民國那些手 就不準算了啦 要知道嗎 對啦 所以我們有收了很多資料 包括這個 我們這樣說 國民黨 我們時間悠寒 我做一個總結啦 因為 我的口實在 時間不說太多 當初是2月8日時 台市人多少人 好不存在說多少 不到一千人 來 你看 這跟那個人做清晰 光這個 清晰就領二十萬法啦 他們的清晰在什麼人做的 的清晰在什麼 他們的清晰在什麼人做的 你知道嗎 大日本 皇家陸軍 大日本陸軍的 槍械都很精良 他們 十九萬法的清晰 跟台北一千人 你說就貴 這不是你們 拿那一隻 你們中國做的 那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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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隻清晰就多少 十九萬法 還有煙燦 我們在那一隻 北部這邊 吉蘭港那邊 有人看到說 那些手都讓 更疼過 大家一個人一個 拖去那裡 吉蘭港那邊 清晰 煙燦在這裡 你們多少都要記錄起來了 這是 當初是 陸軍 枕邊第二十一師 後來比二十一軍 因為他八天台十五萬 很厲害 很把台 結果說 你這麼有台 不要流到台灣 回去打國公連戰 結果去國公連戰 去看別人 就算了 國民黨說 去那邊打的時候 都是叫我們台灣人打 但是 我不會說 他們這個 做十一軍的師長 後來變軍長 因為他戰功標平 八天台十五萬 很厲害 很有台 那個人叫做 老吳慶 來台灣這裡台什麼人 培民集 柯遠芬 對一個有四 大家都也是來這裡 又刺到乒乒乒 你像柯遠芬 還跑到美國那裡 去美國 那個老吳慶 又住了這個地方 我才做國民台會代表 敢不 對一個有四 他們就沒有四 為什麼 整個軍團 死了之後 我不會說 沒有 教授 這都是轉型 我們都要來 還給 歷史一個公道的 你們看 這是什麼 美國國旗 瘦想起來 這是中華民國黨史館所用的 這不是我林鄉村自己去做的 這炒米糕國旗的 全世界都知道 這也炒米糕國旗 有 美國國旗 這是光復五十週年 立定府的時代 做的牌路 在中山東 一樣的地方 這也是 這 我們說釣魚台是誰的 我們台灣人 國民黨主持人 說我們是中國人 你要看那些真正的中國人 你有看到嗎 這是什麼黨 新黨 他九七年的五月二十六的時候 他跟我開 他怎麼出去了 他的前面開什麼 插什麼 新黨黨旗 中華民國 美國 佔領旗 我不要說它是國旗 美國國旗 人家還知道這個地方是美國佔領地 對不對 台灣人知不知道 不知道耶 人家行動走就知道了 人家富裕的 人家是美國國旗 你有注意看嗎 開往釣魚台的漁船 沒有忘記插著佔領著美國國旗 只有被漁弄的台灣人 搞不清楚自己是誰 趕快把你們身上的豬皮剝掉 黃迴自己的身份 台灣三貓 因為我如果說是叫做林荷 台灣十虎 這裡一張酒頭 注意看 不是新日本喔 台日本帝國 天皇旗 這天皇旗 對啦 天皇旗 我各位報告 這裡酒頭 這裡上面什麼人給我 我問一個 日本的前任的 不要說什麼人 大員 我問說 第一個問說 你也是日本人 我台灣人才是日本人 他說老實在 為什麼 我說你修憲出去了 修憲出去的 天皇給你的名字叫做 新日本 那我還是大日本人 那我問你 釣魚台是誰的 他沒有回答 這張相片給我 大日本帝國境界 我不要說什麼 因為他現在又上了 他又知道是什麼 很害怕 台灣人說在哪裡 穿皮鞋子 超鞋子 我們老一輩的人都知道 那個超鞋子 你知道嗎 刮不水準 四處大小便 那個 那時候去 看到你們台灣人 用那個水道頭 在鑽的水好用 走去那個 金鞋子去買一顆 那拼 那拼拼 插著說怎麼準 沒有說要去洋鞋 很無水準 穿皮鞋子去洋鞋子 超鞋子 你們台灣人要怪誰 超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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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跟兩鞋子 二二八發生了 去拼 穿皮鞋子超鞋子 這個人 發現到說 我當作是祖國 結果不是祖國 很無水準 所以要拼 他們要回歸大日本 二二八 會一些先敗 一開始 他們就是去拼 穿皮鞋子超鞋子 結果發現到 不對 錯了 沒了 很多人 因為這樣 跟人都不敢再說 都不敢去講這段歷史 以前我當小孩的時候 會問 我如果說都說什麼 小孩 為什麼 運氣不吹 不能說 運氣不吹 放久的時候會怎麼樣 你們自己就想要 自己的一些正常的記事 這是二八的事情 周族 你們可以看那個維基百科 我建議我們的原住民去看 周族 他原本有五個部落 現在剩下三個部落 那在維基百科上面寫著 二十世紀的什麼 二十世紀的那個 那什麼 瘟疫啊 二十世紀哪來的 在 在周族哪有發生瘟疫 沒有啊 在這個地方 有一個叫做二二八 事件紀念碑 二十一軍 當初的劉雨清 把那個軍隊開上去 因為我們的那個周族 他們很漂亮 阿里山的姑娘 美如水 男人都生得很遠 因為他們去逃到荷蘭 荷蘭種了 當然我沒有啦 我是住人家旁而已 很可笑的 不夠遠 所以 我們可以發現 我們的原住民 就只有一個地方 有二二八十年紀念碑 就是周族 因為二十一軍 跟他開上去 屠村 所以周族只剩下幾百個人 在傳承 什麼人在慶祝台灣光復 這什麼人 你們還在支持什麼人 你在支持什麼 拿中華民國的新聞情 要去逃到台灣人 去做中華民國的總統 你如果逃到歐巴 也去做本的總統就好了 搞不清楚啦 要拜選之後講什麼 未來一中是唯一選擇 最近 夏中町 跑去 跑去東山島 跑去跑去 他回去任主貴重了 賣台 他是不會賣到台灣 你放心 只要把你們這些台灣三貓 趕快把你們身上的中國豬皮扒掉 你們就會恢復到台灣三貓 我們是原生種 你們就有自己的權利了 芒果去穿這樣 他都在騙我們的情感 他還在慶祝光復 什麼叫做台灣光復 那個人來台灣人 結果他去自己 那個地方陣營 我講到這個地方 那個 你看看 這個 這是什麼機子 他們發生什麼 這是今年的 5月20號 就職典禮你們有看 台灣區區旗 我告訴你 這是什麼機子 一個什麼 蔣衛水死亡的時候 身上覆蓋的 大日本台灣民眾黨黨旗 他在製造什麼 大日本帝國的台灣民政府 因為這隻旗子 這隻機子就是台灣 當初是大日本帝國 體系底下的台灣民眾黨 那個人叫做蔣衛水 你看看這兩星有沒有 有看有沒有 一個是紅的 這個是紅的 這個是藍的 兩星 當然這是黑白的商品 這蔣衛水的死體 他現在 馬英雄就一個人 把那個機子 蓋在他死體 那機子拿來講 我也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你看到鬼 民政府只有戰敗者能夠成立 戰勝者憑什麼跟他 成立民政府 對不對 台灣人要自己 承認自己是戰敗者 你才有資格 成立自己的 自己的那個自治政府 你們知道了嗎 中華民國是戰勝者還是戰敗者 戰勝者 你憑什麼 拿這隻旗子出來 還用日本時代的 所以 你現在馬英雄 你爬生要做什麼 你爬生要去認 在日本 天皇做阿爸嗎 中華民國 大日本帝國有生到 中華民國的孩子嗎 沒有 對啊 所以大家要清楚 時間的問題 我們今天分享到這裡 分享到這個地方 感謝大家 我們如果有問題 我們出席再來研究 感謝大家 謝謝 今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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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